男生最應該擁有的 嗨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男生最應該擁有的一款造型項鍊 那是什麼項鍊呢 就是像我身上這種 十字架項鍊 十字架項鍊雖然很基本的款 但還可以用顏色 像這個是銀色 然後如果你比較大膽的話 你可以搭配這種藍極光的顏色 或是這種水鑽 像上面有香顆水鑽 那項鍊通常會搭配鍊子 像這種鍊子它就是屬於白鋼 那白鋼的好處是什麼呢 大概有分幾種 第一種是它抗過敏 然後抗氧化 那男生通常都是蠻怕麻煩的 所以基本上男生就比較適合這種 白鋼項鍊搭配這種白鋼 然後如果你覺得 剛剛那種十字架項鍊太一般 太基本 那我可以更推薦一下這種 比較有造型的 像這種上面三顆鑽 然後旁邊都有一些點綴式 或是這種石架 它裡面是鋼鎖 然後有一點厚度 或是像這種 它外面雖然是盾牌 但裡面有一個石架造型 對 或是像我身上這種 它是水鑽 以上這些啊 石架都比較有特色 那如果你是這種 不想跟別人一樣啊 或是覺得像造型上 比較想要突出一點 都比較適合這種 有造型的石架項鍊 然後以上剛剛介紹的那些 相信大家對石架造型 該怎麼搭配 應該有些初步的認識 然後小小推薦一下 像我們家的石架項鍊 我們都會附一張保證卡 對 然後後面有使用方法 然後尤其是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墜子啊 都有附鋼鍊 那鋼鍊的等級 全部都是 白鋼 然後抗過敏 抗氧化 然後 怎麼保證呢 像我們都有去經過 SGS的經驗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選購 那大家如果還有什麼 對石架項鍊想要了解的 那歡迎 留言喔